好 偏乡地区居民百年来维护当地的自然资源跟环境 那么经济优势的企业以及财团呢 在旅游模式的改变之下 借此进入到偏乡 那么消费当地居民维护百年的自然环境 而地方创生业者或者是组织 就对于花莲县政府在辅导协助上 应该要有统合的平台 来加强地方创生业者的不足 地方创生推行四年 但是至目前还是仍然遭遇到许多行政资源上的困难 知名的在地业者就指出 行政单位在推行观光旅游时 应该要以部落整体经济的形态来思考 原住民地区地方创生系统 跟渡会区的地方创生形态是不一样的 风滴游轻浮至海上国道 巅峰时期一年八十万 现在掉下来一年好歹也有四五十万 一个门票收六十块 你看营业有一个算出来的嘛 但是你看哦 高山森林基地就在 千古是海上古道的旁边而已 用在国祥议员一百公尺的速度 大高到六秒就到了 对不对 布农族短腿比较慢一点 那请问五十万有跑到高山森林基地吗 我们再放大了五十万有一个在部落的风滴向游走 没有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客群不一样 我们的时代现在改变客群 我是跟所有在座的长官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 系统不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们假使部落从事观光行为的 那这个观光行为可以什么 我们在市场里面先回头反思一下花莲的最大的优势 全台湾十六个很只想是我们土地面积就占百分之十二了 怎么可能没有资格赚那个钱啊 甚至在崇德村的知名餐厅 以结合劳动部的资源 遭遇到疫情后旅游市场的改变削减 人力过剩的情况之下不堪附和 是什么样的困难点让你们想要重视这个情况 因为因为疫情的关系 真的是疫情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产业 比如说两个月 整个我们的订单退掉了三十百个团之后 我们怎么去应应支付人员的薪水 这就是我们一个考题 一个困难点 所以我们变得比较保守一点 可能是把一些计划案能够先停下 去稳住我们目前人员 我们薪资的一个维稳 就是经济我们产业的维稳 简直冬李政文议员都指出 县府应该要了解地方业者的需求 给予适当的陪伴跟协助 才能够解决在地方创生上所遭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县府能够在创生的这个部分 突破所谓沙文主义的概念 给一个针对原住民的问题 去做适切的辅导跟协助 地方跟组织在能力的 在地方来去做很多不同的方向的发展 所以说幸福的疫情感 我觉得建议就是说 能够多方的跟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空间 记者凌杰花令市采访不到